他说1月12号那天 自己辛辛苦苦攒的5000块钱 被人给骗走了 平时都是用这个账号 一看是官方短信 张国超随手点击链接查看 紧接着让张国超没有想到的事来了 为了确认自己的判断 张国超用手机银行查看 因为我这个手机平时转账比较多 然后我就下了个手机银行 到手机银行里边可以随时查这个余额和名信 我一查的时候就被扣了5000块钱 眼瞅着自己银行卡里的钱被转走 张国超立马就慌了 他赶紧给银行客服打电话求助 客服人员说了 这事确实不是银行官方的活动 可手机里头明明是95588发来的信息 不管是伪计站还是哪的信息 张国超银行卡里的钱是实打实的被转走了 这事咋整呢 他说 事情发生后上火就不用提了 自己事后仔细一合计 其实也是自己太粗心了 平时就像我们上网买东西什么输入验证码的时候 都是通知栏显示 就习惯性点一下直接就复制 因为你一点复制之后 这个信息马上他就弹回去了 他不会再让你看 就给你点出来 然后一点复制他就弹回去了 我就也没太看清这个信息的具体内容 就注意力就放在验证码这块了 然后复制完了之后 粘贴过来点了一下确认这个界面 但是他就不往下跳了 然后我就觉得有点问题 就反过去看了一件短信 短信的内容就提示是向什么付款5000元 后悔是来不及了 张国超当天直接去了银行 希望通过银行核查收款人的信息 没办法 小伙子只能报警 去报案同时吧 还有一个大爷 他也是在我之前去报案 也是同样的短信内容 然后也是同样的时间 时间就前后就差了一两分钟 然后这个大爷说 他在去拍手之前 也是先去了银行问的 去银行的时候 银行还有另一个大爷 也是同样的情况 他说目前这事自己只能先等待 但回过头来 还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教训 给大伙提个醒 希望大家在看这个手机信息 包括网站的信息 都谨慎注意一点 千万不要占这个小便宜 如果想参加的时候 可以打一下官方客服 具体去问问情况 如果确实是官方发售的活动的话 确认了之后 再选择是不是参加 如果是没有验证的话 尽量选择不参加